今年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在學校 為畢業生辦畢業典禮 所以一開始包含到說 我們要以什麼方式呈現 在什麼時候舉行 在什麼地點 大家都做了很長的討論 從三月到現在 就是沒有辦法在學校見到學生 也沒有辦法給他們一個畢業典禮 那所以大家在籌畫的時候 就看到這麼多的回憶 就覺得很感動 像現在聽起來還是滿感動的 看到這些小孩在人文學校 從這麼小一點一滴 長大到今日畢業 作為老師 感受到這背後 真的是集合了眾人無數的心力 一點一滴累積成就了他們的今日 在慈濟人文學校學習期間 我不知認識到很多漢語詞彙 還交了很多新朋友 那或許這是一場遲來的畢業典禮 但是呢我們行政團隊 所獻上的祝福卻是不打折扣 請頒證書 沒想到這線上畢業典禮竟然辦得那麼好 一點也不屬於過往的傳統式畢業典禮 感謝所有老師和行政們 那麼盡興地策劃 感恩父母親聲譽 我本來沒有任何的預期 覺得說這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但是看到這個大家放了這麼多的心思 我自己覺得非常感動 希望可以再看到大家 大家雖然相會在雲端 但感動不見 師長們的祝福也將陪伴畢業生 迎向下一階段的學習里程 《大愛新聞》馬月美國報導 《大愛新聞》馬月